知名百货公司楼馆成了内鬼刷手 台北市原名消息男子在百货公司任职期间 篡改客人的消费明细 需增不实消费记录 再利用周年庆期间将假的消费记录 上传到赠假系统 借此获得超过389万的商品抵用券 百货公司发现异常消费 查账之后抓到原来是有内鬼 而现在这位人员是被地检署 一味造文书 诈欺取材等罪嫌起诉 百货公司每逢年底周年庆 总会出现大批的消费者入场消费 除了抢折扣商品外 也有人看上了满千送百的商品券 因此不时传出有高额消费的幽灵刷手 想赚回馈 幽灵刷手现身百货公司也乐得很 不料有楼管熟知的系统后 竟然钻起漏洞当起内鬼刷手 大赚商品券 北市一名消息男子任期期间 串改了顾客的QR Code销货明信内码 虚增了多笔消费记录 再趁着周年庆期间 将记录传送到赠奖系统 承办人员一时不查 以为遇到了幽灵刷手的高额消费 在一年半之内 陆续发送了超过389万的商品 抵用券回馈 直到查账时才发现 竟是楼管假消费榨取商品券 如果是比较大额的部分 贵姐可能会需要请楼管来开这个权限 或者是刷卡机 就是一律放在楼管那边 我个人推幅大概是作账做了3000多万 才能够拿到300多万的这个礼券 案件曝光 业者开除了销信男子 地检署受理后 也依未造文书 诈欺取材等罪起诉他 业者同时也发表了声明 将会配合司法调查 让不法之徒宣誌已发 他更改他原本发票上面的一些机制 反正在后面可以放一些检查码 验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检验出来 这张发票的金额有被篡改过 诈铃的商品券早已换成的商品 还是转卖变现有待检方调查 而百货业者千算万算 恐怕没算到 高消费的幽灵刷手 竟有内鬼楼管 假冒其中 记者陈藏林昭贤台北报道